国际焦点美国驻韩大使在首尔遭持刀袭击 索性送医之后治疗之后并没有大碍 警方表示凶贤的行凶动机是为了要抗议 美韩双方的联合军事演习才会攻击美国大使 而美韩双方都表示联合军演不会因此受到影响 周四上午42岁的美国驻韩国大使李伯特 在南韩首尔一场早餐会上 遭到一名男子持刀袭击 顿时右侧脸颊鲜血直流 随即送往医院治疗 运方表示李伯特右脸的伤口长达11公分 缝了80针 如果当时再伸个一两公分 就可能会伤到颈动脉造成生命危险 攻击李伯特的是一名55岁 叫做金基宗的男子 在行凶之后随即遭到逮捕 南韩总统蒲警惠透过发言人表示 这次的事件不仅是对美国驻韩大使的身体攻击 更是对韩美同盟的攻击绝对无法容忍 美国总统欧巴马已经致电李伯特表示关心 并为他祈祷 祝他尽快康复 美国国务院也表示对这起暴力行为发出强烈谴责 而正在南韩进行的美韩联合军演 关键决断第一部分演习 因为主导军演的联合部队司令 必须处理大使遇袭事件的善后工作 所以提早一天结束 南韩官员表示 这应该是首次因为军队外部事件 而影响演习绝成 但强调关键决断及接下来的药英演习 将如期举行 新唐人亚海电视张诚林冰议